OK 下面我們帶來今天第一場中文的演講 請郭嘉來講一下Embrace Diffing Norm 好 那我就開始講了幾點 我想 實際上用語也許可以講 但是 Not time to say 然後我個人的話是 一直在使用Linx 但是呢 Glu 說實話在 修訂到三版本之後呢 我的思維還一直進那大二的時代 然後我現在一直使用了Linx 然後日常工作的話是 基於Linx 但是呢 工作內容反而是 給客戶提供Windy的專面 然後我這裡簡單說一下 這個Dcamp 我覺得有可能大家都在用Linx 但是呢 實際在 實際 去看一下 就是 它後台的 配置 管理啊之類的 應該 很少有人會在意 譬如說 它從Glu2到Glu3發生什麼 Dcamp的話 它是一個 T-based configuration system 它從 在Glu2的時代 的Dcamp 基於XML的 形式 變成了 基於Rdin之類的形式 嗯 然後 然後 它的 嗯 它的前台的工作 設施的話 是綁入到LG setting 這是一個小工具 嗯 然後它雖然是從 Glu3時代開始 嗯 發展 但是呢 它並不侷限於Glu3的使用 然後它 它 雖然現在完全 期待了 Dcamp 但是呢 實際上有很多 呃 有小部分的耳鍵 還是停留到 Dcamp的時代 然後用Dcamp 去配置管理 呃 配置管理 嗯 嗯 然後這時候 我們可以說一下 就是說 呃 實際的收穫中 我們有可能 你並不是在使用 有那種環境 有可能在使用Window 有可能在使用Mite 而Window的話呢 我們很 很熟悉的應該就是 註冊表 呃 Dcamp的話 應該就起了一個 那個 註冊表的作用 然後在 Mac下呢 它是 它的名字叫Default 呃 有可能有很多 Mac用戶 它 呃 要改一個設置 然後從網上 會搜到 然後說讓你輸入一個 Default rewrite 然後 然後 一圈語句 但是有可能你並不了解 Default 它做了什麼 實際上它跟 呃 Window的註冊表 還有Gnome的抗體 抗體 它都是去用Default 就是一個命令 然後去改了 後台的配置 然後 然後KDE KDE的話 呃 說實話 應該現在還沒有一個 呃 跟Gnome 還有跟 Default 還有跟Default 然後我們可以 呃 看一下 這個應該大家也很熟悉 就是說 基本上 所有的Windows 配置 都可以 在註冊表 找到 甚至你 不想保存配置 的話 特別是裡面 也保存著 呃 然後 我們知道 在Windows下 它有一個模擬 Windows的這個環境 它叫 就是Win 然後 呃 Win的話 它也移植了一套 將 呃 跟 BragEdit 將 嗯 等同的 這麼套機制 然後去保存 就是 如果要模擬 Windows下的軟件的話 那麼它就要實現 這麼套機制 呃 當然 也帶來個問題 就是說 副作表的話 它會帶來 呃 你很多東西 會去寫它 然後 它就刪它 然後就會帶來 很多垃圾 然後就出現了很多 這樣的Data Home工具 不管是去管理 而去清理 而去利用 呃 然後 OXX的話 呃 Defaults 它只是一個 呃 命令行工具 它其實地上沒有 呃 OXX 大家都知道 它的界面應該非常的 呃 呃 漂亮 然後 它的System Settings 然後 呃 看上去都很漂亮 但是有很多隱藏的選項的話 因為它的 呃 簡潔的風格的話 實際上並沒有包含進去 就是說 它呃 呃 就保留了這麼一個Defaults工具 然後去修改它一些隱藏的參數 然後 如果有 呃 有些 如果了解的話 應該都知道Plist 這個東西 它是 在Mac裡面去保存 所有軟件的配置 呃 呃 這個文件 然後也是分目錄去存儲的 實際上應該是 呃 默認的 打開文件的時候 就播放了 然後說到KDE KDE的話 它的GUI的工具 就是System Settings 工具 呃 實際上已經非常完善了 然後 但是你如果說 不要通過它的工具去配置的話 呢 你只能去通過 這一個路線下的 呃 呃 去找它相應的 配置文本 然後去 去修改 配置 呃 但是有個很好的 進展 就是 KDE下一些工具的話 它會考慮 用Defaults去 呃 管理它的配置 呃 然後以後的話 估計也會 他們也會考慮這一點 呃 呃 說起來像 Uvantu的話 它有一個叫Unity的一個 周圍環境 實際上Unity的話 它因為也是基於 GP去開發的 當然現在的話 已經越來越多的 去採用QT 呃 呃 所以說它實際上 它也會 用DCAMP去 保存它的配置 然後我們說起 就是最早的這個 這個DCAMP 在GNOR2時代的話 它 是保存在 就是用戶目錄的 用戶主目錄的 然後這個 錄製一下 點擊 看 這個目錄一下 然後它是一個 呃 以XML的形式去 保存的 去管理的 呃 一種套的 配置文件的 這個數據庫 算是 然後它 現在已經被遺棄了 呃 不推薦使用 但是呢 呃 實際上你如果說從 呃 實際上一直保留著 呃 也許有一些 歷史 一類軟件還在使用它 呃 呃 然後 跟它相關的 你幾個配套小工具的話 一個是 這個 然後它這個 後來的一個 接分的進度 然後你當你修改的時候 它會自動的去反應 去反應到 呃 你的軟件 裡面去 然後它 它 提供了一個 跟G-Settings差不多的 一個軟件 叫G-CAMP-TOS 然後 呃 最後的版本應該是 G-R的版本 呃 然後後面這個 EDITOR的話 我 這裡會 後面會跟大家說一下 然後 做一個對比的話 就是說為什麼 呃 呃 後來要被 那個G-CAMP去 去擊打掉 這是因為 如果說一個GNU 去登錄的話呢 有可能會發生 數千次的 讀寫你的配置 因為你所有的桌面 呃 假設你在使用過程中 有了任何的電動的話 它都會反映到一個配置 然後 你登錄的時候 這些配置 都會去 讀一遍 然後給你去把 你定制的這個環境 體現出來 那麼這個過程 也可能會 涉及到數千次的讀寫 呃 但是 每次的話 它都要去 呃 分目錄 去查找到 這個XML 然後再從這個XML裡面去 讀到它的 呃 字段 然後去 提現到這個程序裡面去 呃 最下面我這裡 運行的命令 它是一個 呃 老的一個 GCANF的目錄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面大概有 200多個文件 報告目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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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 執行了一個簡單的 一個Trade命令 但是它實際上 已經達到了 呃 應該是0.2 0.2秒的 那種時間 0.02 啊 0.02秒 呃 這個時間應該 不算太長 但是 考慮到你 系統 每次都要進去 查找這個影片的話 呃 然後 在整個行動過程中 這個時間 其實應該消耗 還是 很可觀的 然後 D-CANF的話呢 它就 嗯 拋棄了一個 你可以去看它 配主文件的 這麼一個 便利 然後它是 完全保留在一個 呃 RG主文件裡面 所以說它 如果讀的話 它非常有效率的 然後 它 期待了D-CANF的 但是同時呢 它可以 把那個時間 節省了很多 然後 這是個簡單解釋 比如說 從GCANF到D-CANF的話 它從XYL 變成Vinor 從GCANF 變成D-CANF 然後從 呃 D-CANF-Tall 然後變成G-Settings 然後從 D-CANF-Editor 變成D-CANF-Editor 然後 目錄的話 也變成這個目錄 呃 當你從 既GNOME2 升級到GNOME3的時候 這個過程 呃 它會在後台自動去轉化 然後 你會 發現一個 新的這個目錄 但是呢 你老的GCANF-Move 它實際上也不一定刪除了 這是一個 很簡單的 G-Settings的 HELP的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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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實際上 主要關注 呃 呃 一般用戶只要關注 G-Set-Reset 這三個 呃 這三個 呃 G-Set的話很簡單 就是G-T一個K的值 如果說你要 讀取到 用戶的一個配置的話 那你去 G-T你只要知道它入境 然後就可以 G-T 然後如果你去設置的話 你去SET 呃 然後這裡 這裡有個 Reset 因為如果說你是 變成了單文件的配置的話 呃 呃 有很多人就會care一點 就是 呃 那是不是說 如果文件系統崩潰 然後恰好這個 文件被 呃 呃 過激到了 那整個你的配置全都沒了 呃 理論上這樣的確是存在的 這種狀況 但是呢 好在 實際上你是 呃 這裡雖然reset 它是reset的一個值 但是實際上你的 呃 呃 Dcamp的話 實際上你是可以 完全從 寄存的默認reset 過去的 所以說這個 嗯 如果說你只是 這個配置文件 出問題的話 呃 你最差的狀況 只是回退到一個 一個初始的狀態 然後 G-Settings的話 它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點 就是說 呃 G-TK的工具套件 實際上在 OSX裡面 在Windows裡面的話 都有移植 但是呢 它在 G-Settings就是一個套子 在Windows下 它是一樣是 把 配置文件 配置的 呃 鍵值 寫到 桌子表裡面的 呃 它這裡有一個 呃 Dcamp Service 後台的一個進程 然後 實際上 當你去修改了 你的Dcamp的 一個配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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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的時候 呃 它都會做一遍 操作 就是說 它會新產生一個文件 然後呢 呃 這時候這個文件的 iNode 當然也是新的 然後呢 再把這個 文件名 成名為 這個配置文件 呃 但是Windows下的話 你當你在使用著這個文件的時候 你實際上是不能成名為 呃 這裡有幾個簡單的 CD 呃 當我們 如果要設置 呃 背景 呃 中間背景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完全 通過 這麼一條 命令 然後去 設置好 如果說是 在Windows二時代的話呢 它 這個命令可能會 稍微延長一點 但是 樣子是差不多的 然後如果說是 呃 在United裡面的話呢 呃 呃 Ubuntu它實際上也 利用Decup去存儲了一些建制 然後我們可以通過最下面的條命令的話 去 禁止在United裡面 去 搜索一些 呃 呃 互聯網的一些內容 當你搜索的時候 有可能 Ubuntu它默認你去搜索 呃 就順便 不是搜索你的 你的 電腦裡的內容 它同時搜索了一些 互聯網的專門內容 但是這時候 會拖慢你的速度 那你可以通過這種選項 這是個隱藏選項 然後去 把它 關閉掉 對 最新的裡面 你可以在那個 設置裡面 對的 分調非常重要 對 最新的嘛 它是可以關閉的 但是 這是應該是你老的一個版本 那個 這個 比如說 比如說在G-Comp2的時候 改一個設置 它會馬上生效 那在這個 D-Comp裡 你改 你通過G-Setting Set 然後改的一個設置 它會馬上生效 它會 就是馬上apply到所有的那個 就是馬上會 馬上會 就是 馬上會 起座你 會的 比如說 對上面這條命令的話 它實際上 它會馬上生效 你的背景會馬上變掉 那是也跟 那是也跟 就是 二一樣 比如說有一個Demo在運行 然後 你運行完的時候 它馬上就 這個Demo就去 一起做 對 在一的時代的話 它的Demo是 擴臺一直運行的 但是在二的時代 就是 在G-Comp時代的話 它實際上這個Demo更加智能 就是說 當你寫的時候 它會分解一下 然後去 去寫好 然後呢 就這樣子 如果說你不寫的話 就是純主的話 它的Demo是不運行的 然後 然後 這裡我們展示了一個DemoEdit 就是說 像主特表的工具的話 你在CMP裡面去修改一個件子的話 你完全可以通過命令行去修改 然後 當然你也會通過打開那個RackEdit 然後去 用圖形化的形式去修改一些件子 而這裡的話 就 我們可以找到 這是一個Mate方面 它雖然是GNU2的一個變種 但是呢 它也採用DemoEdit的一個 擴散配置的工具 所以說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它這裡set的是Mate的Background 但是其他的形式應該差不多的 然後它如果這裡 你修改了之後 它的後台背景是馬上會變掉的 那GSetting和Decamp 這兩個是什麼關係 GSetting的話 Decamp的話 它 不依賴很多的 就是 運動武器GTK的一些 一些 一些 Library 然後 GSetting的話 它是要依賴一些 GLive的一些 酷的 就是說 GSetting的話 它應該是Decamp的一個 更高級的包裝 就是 就是 Decamp是負責 整個裝備環境的 GSetting 只是負責GNU2的部分 嗯 Decamp它只是跟 Decamp的它的 數據庫去交互的 然後呢 GSetting的話 它就把這個 交互 活成 它 利用GNU2的 GLive的 庫去做一個包裝 然後這樣可以更方便的去 我理解就是說 如果 通過這個 這個名字來看的話 這個GSetting 是指的是 可能的一些設置 然後可以從這個工具來進行設置 那 Decamp 它 它跟 就是GSetting的關鍵 還是不在這個位置 好 Decamp它 因為Decamp它後來有的 數據庫嘛 然後Decamp的話 它就是去跟這個 數據庫交互 然後呢 GSetting的實際上 事情跟Decamp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命令 它是在上面一個稍微 稍微更加完成的一個包裝吧 它Decamp的話 它會 它會依賴一些GLive的庫 然後 Decamp的話 它依賴會少一些 因為我覺得 我們應該沒有要來 既然 Decamp也能做到 它的API會更方便一些 然後我們 後面會 寫一下 然後這裡的話 比如說 這會一個腳本 然後我們就要通過那個 Python 去設置 去做 剛才這個腳本做的事情 那這時候的話 你可以發現 Python的話 它 它可以從那個 GTK的這些 庫裡面去 import 這麼一個組件 然後呢 在這裡 Dsetting等於 DioSetting 這時候的話 就是說 DioSetting 就是一個 對Decamp的一個包裝 然後這時候 你可以傳參數 然後去做 相應的操作 但是Decamp的話 有可能它並沒有提供 這麼一個 Python的 這麼一個 model 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想問一下 Decamp能直接用嗎 可以的 可以直接用 是可以直接用的 它也提供一些 命令參數 對 它也提供參數 但是有可能 Gsetting 它會更有好一些 雖然 說實話 因為這個命令已經非常簡單了 有好也沒有提現出來 多少 但是因為它的確變成的時候 它會更方便 就比如說Python的話 它可以調整相應的 這些model 就是 Gsetting有Python的model 但是Decamp沒有 Decamp我不確定也沒有 但是Gsetting一直有 那我能用說 比如說你換 就簡單舉例來說 比如說換中邊背景 那件事 你Decamp也可以去做 然後Gsetting也可以去做 對 但是Decamp的話 它不是通過這種形式 去 用一個對象 然後去做這個事情 可能Decamp的話 它就通過 直接去 sumple process 就是說 去引用一個新的進行 去 起動這個新的進程 然後去 調應Decamp去做 這些事情 那比如說你通過 在Decamp editor 去裡面 去直接改進 那就是要打開一個 圖像化的間面 然後去修改 那就不是說 從腳本的形式 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它不是也 用Decamp 這個 Decamp去做 對的 實際上Decamp的話 實際上Decamp的話 它也要通過Decamp這個結果 去做的 然後這裡的話 你簡單介紹一下 假設你要去鎖定一個鍵指的話 從中邊背景的角度來說的話 你可以在Decamp 在ETC下 就是系統路徑 然後去 設置這麼一個鍵指 然後呢 這樣它會 就是 嘗試覆蓋 用戶的配置 然後 禁止用戶去修改 去做相應的修改 OK 下面這個路徑的話 應該是在用戶的目錄下 設置這個鍵指 然後設置 如果說 在設置這個鍵指之後呢 用戶就不能去做它的修改 然後呢 就達到了一個 也是一個方便管理的功能吧 然後 至於Decamp的Dsetting的話 如果說 一個可能用戶的話 有可能它在 使用的過程中 它並沒有設計到 然後甚至說 它用了兩三年 它也 懶得會用一兩次 但是如果說 對於一個 一個機構來說的話 假設它要統一的話 它在中間環境 那有可能 這個工具就非常沒用 因為它會將你所有的 點擊操作的話 提前到一個命令行 一個腳本 或者一個程序裡面去 然後自動化的去做這個設置 當你去用Decamp Editor 然後去查看到你的那些鍵指 你都可以通過 G3T和Decamp的命令 然後設置它的API 去做修改 這樣的話呢 就不需要去跟 一些交互的界面去打掉的 Decamp裡面的建制的話有很多 然後這裡舉幾個例子 這裡比如說 你可以設置你的 Gnome環境的 那個proxy的變量 然後設置它的 默認的程序 比如它的規覽器 還有一個例子 剛才跟三位同學說過 就是它之前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登錄的時候 發現它的鼠標的指針不見了 因為有可能它在哪裡 產生了錯誤 那這時候的話 它既然沒有鼠標的指針 它看不到這個鼠標的指針 那它就沒法去修改這個現象 那這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 這時候你就可以找到 Decamp Editor裡面的這個建制 然後你只要你找到這個建制 那你就可以去把它reset一下 然後設置默認的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通過命令行去完成 就是說你在Decamp Editor裡面下方便做的事情 方便做的事情 OK 就這些 謝謝大家 感謝國家帶來這個演講 那我們今天就結束了